欢迎来到新娱乐 付分手费更是直接公开向媒体爆料 她需求旺盛 我工作繁忙 我们离婚只是个意外 娱乐圈一片哗然 香港网友们口耳相传 一时间叶韵怡成为了全香港人的笑料 20年过去了 直到今天叶韵怡 臃肿不堪的身材 落魄的境遇 仍是网友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13岁出道 曾是和周慧敏相提并论的玉女 没有结婚以前 叶韵怡一直是一个爱笑的女孩 没淡出娱乐圈之前 叶韵怡一直是宅男们的梦中情人 她家境不好 父亲是建筑工人 母亲是普通的上班族 但是这丝毫影响不了叶韵怡 乐观开朗 自信大方的性格 按照现在的话来说 是一个走路带风的女孩 这种女孩走在路上就是焦点 比如年轻的林青霞 李嘉欣张敏 都是走在路上被星探发掘的 13岁那年 叶韵怡放学回家的路上 也被星探发掘了 当时叶韵怡接的第一个广告是 洗发乳 13岁的少女 仅仅用一个甩发的动作 就让该品牌销量大增 这广告之后 叶韵怡遭到了无数广告大牌的青睐 维他奶 麦当劳 TDK等等 叶韵怡用自己的表现征服了所有人 事实总是胜于雄变的 她的几部广告拍摄十分的成功 并且人气俱增 娱乐圈的风向变化总是十分的迅速 越来越多的制片 导演注意到了叶韵怡 并且向她递出了橄榄枝 叶韵怡抓住了这次难得的机会 拍摄了自己的厨女首秀电影 压醋大丈夫 虽然叶韵怡在其中饰演不是重要角色 但是凭借着自己清纯动人的外表 博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这部电影在当时十分的火爆 著名的导演当红的艺人 可圈可点的剧情 叶韵怡首秀十分成功 虽然在这部电影中 叶韵怡的气氛并不多 但是她清纯可爱的长相 爱笑的脸庞 给观众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自此叶韵怡与周慧敏并称为 香港娱乐圈两大玉女 紧接着叶韵怡引起了日本电影市场的关注 对方诚意十足地拿出了 三上博史 主行拳 圣星太郎 单波哲郎 等彼时日本如日中天的天王巨星 邀请叶韵怡参拍孔雀王子 彼时恰巧叶韵怡的发展路线和周慧敏等人有折叠 女士反而就借势去日本发展 没想到复日发展的叶韵怡一胖而红 日本的著名杂志 Road Show更是将其评为最受欢迎的外国女明星 日本网友亲切地称她为 香港后腾九梅子 意思是她像后腾九梅子一样清纯可爱 叶韵怡的火爆蔓延到了韩国 同样被韩国的网友评选为最受欢迎的外国女演员 后来日本的著名导演丹羽未央 力邀叶韵怡出演了电影老猫 这部影片上映之后 作为了童年东京电影节的开幕影片 凭这部影片 叶韵怡的影响力走出了国外 在当时的一项投票中 叶韵怡被选举为了和澳大利赫本 布鲁克 雪德斯和苏菲马索 并列的全球四大最受喜爱的女演员 成龙拍奇迹的时候 邀请叶韵怡加盟 这部有张学友 梅艳芳 钟正涛 倪宽 黄瞻等大咖加盟的电影 一众天王巨星竟然甘当绿叶 当时倪宽和黄瞻更是笑颜 此种女子是全香港人的福气 怎么能跑到国外去发展呢 恰巧的是 叶韵怡此后果然留在了香港发展 叶韵怡并没有只将目光放在了影视行业 凭借着自己甜美的嗓音 开始涉足了乐坛 随了叶韵怡首部音乐专辑推出 她的热度更上一层楼 她也参与了综艺 对自己的音乐专辑进行了宣传 因为不太标准的国语 让她在台湾也受到了极大关注 后来她又推出了两部专辑 反响也都十分的不错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是 1922年 叶韵怡的首次台湾节目 以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 介绍自己的年龄时 将19岁发成了洗脚水的香敬音 此后多了一个外号 洗脚水 影视音乐起开花 她还能收获爱情吗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公主梦 叶韵怡也不例外 她曾在一次采访中透露自己的心声 每天穿着漂亮华贵的衣服 参加各种盛大的活动 还有一心一意只爱自己的王子 每个女孩都想这样幻想过 说来也巧 叶韵怡的白马王子也在这时出现了 在事业绝对辉煌的时期 叶韵怡自然不缺追求者 传闻拍摄《神经刀》与《飞天猫》时 叶韵怡和林志颖在戏中成为了一对CP 戏外 林志颖还在疯狂地追求叶韵怡 但被拒绝 1995年 叶韵怡和香港的玩具大王陈伯浩恋爱 由于叶韵怡的父母均为普通的上班族 两家的身份地位相差悬殊 还是有很大的游怡 而诸多的朋友 张敏张学友等人都表示不看好 希望给叶韵怡三思而后行 结果这个傻丫头还是依然决然地 在童年嫁给了陈伯浩 香港富商们追女孩的手段就是那一套 豪车 豪宅 现金珠宝 奢侈品 再加上事无巨细的关心 最早的时候叶韵怡面对这些是拒绝的 但出身贫寒的她 突然面对这么多的财富迷失了 同时 再由于出道早 一个人在娱乐圈孤身闯荡 缺乏关心 猛的有一个人这样关心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抓不住 结婚之后的叶韵怡迅速退圈 年仅22岁 陈伯浩是豪门之家 父母对于儿媳有着抛头露面的工作很不喜欢 对叶韵怡提出了要求 婚后必须退出娱乐圈 尽管叶韵怡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 但对于叶韵怡来说 有爱万世俗 于是不顾朋友劝说 欣然应允 婚后叶韵怡退出娱乐圈做全职太太 第二年为陈家生下了儿子 没有家庭地位 没有自己的事业 也就失去了自己原有的魅力 1995年 叶韵怡怡怀了二胎 老婆还在孕期 这段婚姻连五年都没有 陈伯浩却多次被媒体拍到 和其他女伴亲密同行 流连于声色场所 陈伯浩不顾妻儿挽留 在孕怡生下女儿之后提出了离婚 不久后和新欢奉子成婚 陈伯浩在离婚后 作为婚内过错方 要支付800万的补偿 并且每个月支付5000元的抚养费 但陈伯浩却对于补偿和抚养费 一直拖欠企图赖 一年以后因为投资失败申请破产 还在女儿住院需要钱时 留下一句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更没想到的是 陈伯浩却开始公然的漫惨 还主动的向传媒爆料 叶韵怡需求旺盛 她无法满足叶韵怡 认为两个人的结合 根本不是因为爱 是叶韵怡贪慕虚荣 所以不接受没有爱的生活 叶韵怡的形象大大受损 昔日育女成了育女 失婚后的叶韵怡 为了养育孩子决心付出拍戏 然而记者会上却被扔矿权水平 好不容易有戏拍 却是各种不雅戏份 还被人呛声 你以为你还是育女啊 她自降身价出演广告 负责人却说 你前夫说你性需求旺盛 我让你拍 你怎么报答我 那个最爱笑的叶韵怡 却再也难得一笑了 好友张敏看不下去 圈内待不了 咱去圈外 2005年张敏介绍叶韵怡 在自己旗下的地产公司 当售楼小姐 一次有一个客户惊呼 你不是叶韵怡吗 同事们哄堂大笑 她是叶韵怡 我还是张曼玉 林青霞呢 迎着冷言与嘲笑 叶韵怡坚持了两年 随着房地产的不景气 她又失业了 本来她毅然决然地 退出娱乐圈 现在她又不得不回去 因为在那里 尽管曾让她辉煌过 落魄过 但毕竟能够赚到钱 让她养活自己和儿子 为了孩子 她也一直不肯结婚 哪怕曾有一段 长达五六年的恋爱 最终也未结果 受生活所迫 孕怡仪的形象也大走样 说起来 当时TVB剧 女人俱乐部里 孕怡仪还曾被吐槽 施奶样 但孕怡仪也坦言 并不后悔 曾经所爱非人 只觉得女人要有自我 现在她也是几乎什么活动 都不拒绝 还减肥 拍大尺度的血针 但依旧反响平平 之前还曾接受港府邀请 为香港地区墓园开园 进行洒骨灰的诡异 剪彩仪式 只不过由于近年来的 种种自身问题 艺云仪也逐渐消磨了 越来越多的好感 少女时期的滤镜 也不过一时 只能说走红看天命 大衰看个人了 去年46岁艺云仪 为了拍摄一组艺书照 短几个月时间 从120斤减肥到90斤 瘦身后不仅玲珑的身段 又重现 还整个状态大好 虽然退去了少女感 但反而变得成熟妩媚 已然已是脱胎换骨 其实回看孕仪的一生 充满了曲折离奇 少年得志 早昏早生又离婚 既攀上了过顶峰 也跌落过谷底 浮沉挣扎 最终逆风翻盘 有人说世界上最幸福的 史之音 莫过于经过一番努力后 所有东西正慢慢变成 你想要的样子 越有一天 你会站在最亮的地方 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